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開始第二部下半節的《Q啦Q啦》 老實說我是下半節開始才會看 即晚看是下半節才開始 因為《戰標誌》是完全不會做這些事情 下半節開始出了《可闊得離開學校》的範圍 下半節最主要的劇情就是收學旅行 《三刀制壓旅行》 還有最後打BOSS 總敗殲滅戰沒有什麼意義 那個簡卒的位置沒有說過什麼 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還有少少沒有說 神醫那件事就是暴走的橋段 之前的劉子那些 不過那些其實就是什麼呢 為暴走而暴走 因為之後好像沒有暴走 沒有了 之後不是沒有 之後只是轉了另一種形式 其實就是在這個所謂叫做修學旅行裡面 其實最主要就是擴闊了整個《Q啦Q的世界》 就是說 不是只是打本能子學完的 那沒有了 都是大番獎的 那那些是大番獎來的 周遊列國稱霸全國 打完學校就打完 打完就打全國 很合理 最主要就是三刀那裡 其實最主要就是為了殲滅這個 Nudist Beach 天體樂體變態 其實最主要目的是為了殲滅這班人的 大阪主要他們說 基地的大阪 基地的大阪 基地和資助人 那個金多門的 那個家族 錢多的 什麼都沒有只是有錢的家族 李家之成 那些 其實那個位置還有其他東西說的 因為其實他就說 打完樓子之後 四天王收集了數據 都是再強快 極制服 那時候是第一次出的 譬如說 他們在打什麼神戶 牛柳做的盾牌 不怕你們的 射炮彈不要緊 學生手冊 裝了Booster之後 是可以擋炮彈的 不要理 那些 有道士 趙青龍白虎 那些出來的 不知什麼學 四神式 不要理他這些風格 老實說 我覺得是比起 你當年天然突破的顏面 是更加誇張的 這些東西 顏面很正常 這裏的顏面 不是很誇張的 但是 這裏真的沒有什麼顏面誇張 最誇張的就是那種 雪雪兒 那裡的顏面厲害很多 那 然後 另外一方面 就是講 這個修學旅行裡面 劉子就是為了收集 鮮血的 脆脆 脆 那 這件事 你也是 很有道理 收回 稅片 就可以變回衣服 隨便 這件事 神衣 神衣 你怎麼理得這麼多 這不是地獄新聞 這不是地獄新聞 你不要想 想太複雜了 那 這一節 其實這一節 純粹是劇情的 descent 我覺得 去到這個位置 純粹是劇情的推進 因為很明顯 她是帶進去那個運動會那一節 就是 她媽媽正式登場 可以說 起上本文治學院那個舞台 的一個前奏 其實那個重要性不大 也都沒有講得很詳細 譬如她說那個家族 即是大阪那個 金檔門的家族 是造船的 其實沒有講過 她最後突然爆出來 其實她沒有什麼 即是復善意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因為她對於那個裸體的那些集團 沒有什麼描述 即是基地大阪 這些人就是 金錢 只不過是解釋 就是 僑越的偉大計劃裡面 打這班人的目的 就是其實 她要不給 不可以讓她媽媽發現 她真正的目的 而另一個就是 她不想這班 這樣的二三線的外行人 來搞彎她的計劃 不要搞彎 多一個因素 多一個意外因素 而且又覺得 這班人 根本上是沒有意思的 不成戰力 即是 隨便打炒她 已經算了 順手練兵 艷陽高照 練兵完畢 你說什麼超龍神垃圾 又說不說 我沒有說八旗 神經病 你真是 這句我第一次說的 這句 練兵完畢 那 而這一節裏 其實最主要 都沒有 我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其實很多時候 是加入了 劉子 加入戰局之後 然後 每次都是 一面倒 一面一面倒 然後另一面一面倒 又斬過去 一個沒有神醫的人 突然之間 又好像很厲害 就可以拿回所有碎片 然後又搶回來 然後又要跟蕭月打一場 其實 我覺得 其實是打得黏了 因為 跟蕭月打得太多次了 打到 其實 沒什麼 沒什麼想做 沒有什麼 尤其是前半節 無論 由第一步開始 蕭月 叫做 壓性 到說 劉子好子 慢慢追上到蕭月 然後蕭月就說 其實我都還留了一手 我都未開外掛 然後 然後 接著去到 現在 修學旅行這一節 說到 咦 真是打神醫 真是 真是可以 是 匹敵到他了 開始是真是 真正意義上 匹敵到他了 但是 打得太多次 太黏 而且我 給不到那個強烈的成長感覺出來 沒有啊 如果 故事來說 他不會讓兩個人贏 我實際上也不會贏 那就是唯有拖 打到拖人打和 平術 解決了他 贏不贏 其實 不重要 對蕭月的計劃來說 他贏不贏 他輸了 他會斷 他贏不贏 也沒有什麼 他贏不贏 他贏不贏 不是使用 是利用 這一節 當然另外要講的就是 那些 我體軍團 那些 我體軍團 其實意義不大 有意 超龍神 有戰爛 那時候哪有 那時候只有那部這樣的 N.T.D. 羅伯東路波 N.T.D. 那部機械人 只是插進去 羅伯東路波 好像活塞男 我整天一看那裡就很有那個記事感 是不是會卡住的 不是 他好像凸出來 不是 那個人是屏幕紛紛在那裡 然後中一夾 你說活塞男 他不會 他會凸出來 要不然媽媽 應該是這樣 但他在家裡也凸出來 是 很奇怪 不知道 總之 你面上那裡 其實去到這個位 到修學旅行 完結那個位 正式就開始說 終於說回 前一生的偉大計劃 偉大計劃 光源氏 你全都摸了衣服 他成立這個組織的原因 但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 其實是 因為要知道的 前面都猜到 很勵行補完 但又不覺得補了些什麼 他的組織很虛 好像真的只有兩個人 有些人知道誰 他又說 在基地stand by 但問題已經在世界大戰的時候 都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你見到 只不過是 劉子 為了報仇 因為第一部最尾 周木逢已經出來了 所以神衣才會爆了 其實會 而 他就說 收集了所有的碎片 之後 連手甲都拿了 打完之後 拿了手甲回來 之後 知道了目的之後 他也是 回到本文字學院 其實 故事推進了些什麼 即是說 他爸爸成立了這個組織 接著就說 這個組織已經毀滅了 是不存在的 其實已經 他爸爸的計劃 是不存在的 其實是 還原了 所以 見到 然後 又回去 之後 當然 最主要的那一節 就是 要說回 最重要的是 挑越的計劃 就是 開始就是 為了滿足他媽媽的 征服世界 可以說是 征服世界的大計 你可以說 征服 衣服的服 用服裝來征服這個世界 世界所有的人 都要穿 他們公司品牌的衣服 不是 他現在的信號裡面 應該說是 為了外星人 要征服世界的一部 因為他 第二部和第一部 尾的時候 都開始滲了 什麼叫做 生命戰衛 的設定 到底是什麼 生命戰衛 一開始也沒有說 很少 第二部頭也不多 也沒有什麼特別說 由 老師那裡 其實是說 前一生那裡 其實已經有說 生命戰衛是什麼 是外星人 而另一方面 其實 開始的時候 其實 原初生命戰衛 那裡 都滲了少少 滲了少少 還有 計劃的目標 他媽媽的 曉羅 計劃的目標 究竟是什麼 都滲了少少 出來 挪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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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目標 都滲了少少 出來 然後這一節 回到 梟月真正 就是 這節最重要 梟月的真正計劃 就是要 殺死他媽媽 背責 慈母 很特別 武則天 人家有大義的 要請教世界的 很偉大的 很偉大的 他講到 他本能子學員 就是為了 培育 他的勢力 去反抗 他媽媽 明月跟媽媽說 這班軍團 是幫你做測試 激制防 也好 幫你做戰力也好 他們就做這班軍團 對付媽媽的 問題是媽媽 應該都知道 不過 通常 大家都知道 大部份 的計劃 在你知道計劃的目的 之後 你都會覺得 是一個老殘 這裏都不外乎例外 他又不是老殘 他對手太外掛 我覺得 你明知對手是一個 生命戰維的 我不知道他不死身 但我覺得 對生命戰維的了解 但是你用生命戰維 去跟他對抗 就是 而 叫做什麼呢 極制服裏面 其實是沒有 很有效的措施 去抵抗 什麼 去抵抗他媽媽 尤其是 的控制的話 其實 你會覺得 我想他們應該不知道 應該 但是 你會 想到 你說到已經是 絕對服從 你媽媽 是用 因為 你打過一節 暗殺那一節 開始已經是 所有極制服的人 其實跟著已經 被他支配了 那個是 他那個 腦控制 那個針 就不關 控制極制服 那個問題 神經 那個線 其實是兩件事 來的 但是老實說 他又沒有跟他媽媽打過 他媽媽有幾個外掛 他又真的不知道 當然 以一個 OK 我給他一些 當然 劉子也是 那個期間 登場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怎麼辦 我有什麼打 原則 而真正 我們一開始 剛才有說過 是完全被劇情牽著走 甚至是被角色 不停利用者 來到之後 就是什麼 被人控制 然後說 謝謝 真是 這麼辛苦 練到Never8的角色送給我 真是謝謝 怎樣 包含這卡 控制地方的角色 所以 他每一次都是叫做什麼 被樓子陷入一個 絕體絕命的危機 而那個 而那個危機 大體上 都是他自己自找回來的 危機 一個 當然我不會說 自找的危機是錯 但不要用太多次 還有 很多時候就是 啊 師父我明白了 然後下一集 下一集之後 又會繼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師父我不會再穿你了 真是師父明白了 我覺得很突然 他又說不穿 然後又穿 後來又說不穿 他又穿過 那想怎樣 這件事很廉價 這件事太快了 因為 劇情要他穿 叫他打他打 打完之後 叫他不穿 他就不會穿了 應該這樣說 樓子的成長 是沒有回饋在故事裡 故事的內容裡 最特別 說什麼成長那一段 如果你說一開始 你可以說有一個對比 就是他未有先血神醫前 他去打 他沒有打一把 他打一個對比 打一把 那個都打不贏 但是問題是 他之後 好像有神醫 他打贏了那些 極制服那些 OK 然後先血碎了 然後他不需要神醫 只拿剪刀而已 都可以夠打的 你可以說強化了 但問題就來了,你覺得他那種能力強化,那個必要性的人是很低的 因為這樣說,在這套戲裡面大家都會明白一件事,是沒有戰力單位的 他不會有一個意義上的戰力單位,只不過說我需要他贏,他就會贏 這套戲是一套這樣的戲 所以你的個人成長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你說他唯一的成長意義,或者說他穿衣不穿衣 個人成長是有意義的,戰力上的成長 但他在每一次戰力上的成長裡面,其實都在說他思想上是有一定的成長 但他思想上的成長是沒有直接回覆他在一個故事裡面,令到他在每次戰鬥裡面,你會感覺他有變化 你每次戰鬥裡面,他都會大聲說那個人的名字,然後又不斷打 一不是被人控制,一不是就被人打飛了 他的成長就是會冷靜,到最後最後,殺父仇人之後,他不會馬上被瘋狗咬雲 或者這樣說,你可以說他的成長度是不能夠覆蓋他下個危機的處理的人 或者一個暴走程度 由開始說,我明白到神醫是什麼,和他父親做神醫的真正意是什麼 到原來他說,原來他不是人來的 即是不是真正的人類,他是由這個心靈佔為去融合 合成呢?他是人又不是人 他不是合成,他是人,但他在一個月或一歲,一歲之前就不斷灌生命戰爲進去 同化,他是人來的,針木逢那些不是人 那些不是由人的胎生出來的,那是生命戰爲的子宮 即是一個不是人,他意義上也不是真正一個人類 即是一個能力上 即是那類型的角色就是兩面不討好的角色 即是一隻半精靈的物體,他又有一部份精靈 即是雅人類,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就是兩面不討人,這些叫做什麼呢 這些叫做過街老鼠來的,如果在電影裡面 就是被人扔石頭,誰沒有罪的就可以扔他 我先說回剛才我想說的那件事 他說那個能力轉變,或者他的戰力進步,他沒有意義 或者他穿不穿衣服那件事,那個重點是沒有的 因為如果你說他真正的,那個所謂的進步是發揮的作用呢 就是講他不死身那件事 講他不死身那件事,即是生命之為融合那件事 在他媽媽的回想,講他寶寶仔那件事 然後去到他被他媽媽拿了心出來那一刻 其實那些位其實是OK的 脫衣不脫衣,穿衣不穿衣那些位 或者說他脫了衣之後還有沒有那種能力其實是多餘的 因為你已經講到說,他已經是跟生命之為高度融合 那他的能力其實,三個作為一個booster是提升他 再提升他,他沒有衣服已經有一個能力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很高度生命之為 那他穿衣不穿衣那個位其實是沒有需要的 那所以那個位你浪費了時間 他又不是真的講到很久,戰事又很廉格 整件事是不知道做什麼的 那麥固然你說力量層次的,我不會去怎樣看 因為其實力量層次的東西其實是在這套日裡面很廉格 或者是故事需要,你要booster我就給你booster 但是個人成長方面,直到他都說 無論他接受不到自己是一個不是人類的身份 接著他就放棄了鮮血 接著他就去找他媽媽去復仇義 接著被他媽媽控制,穿上了純潔 還有之前說他外星怪獸那時候 他不穿衣外星怪獸 接著後來才說再不穿衣 即是有兩個位置的,不過anyway 即是脫不脫之間有很大空間 他跟屍血同時穿衣外星怪獸 接著他就說我不穿衣外星怪獸 接著劉子說幾個 沒力氣說幾個 即是說我和你穿衣外星怪獸 接著又說你是怪獸我不穿衣外星怪獸 不是,我是怪獸我又不穿衣外星怪獸 接著被人控制了,洗腦搞定 下一節又被洗腦又被人家獸 尤其是這一節裡面 大家看到的挑月才是真正的主角 即是一個我們典型 在動畫裡面 一個努力家的主角 他是一個 他有天分 他努力 他有一定天分 但比起真正有天分的人來講 他不是一個得天獨透的人 是完全改造人 他那隻手都不是人 他這一方面 其實一直是說 蕭悅是不由 努力 努力 他真的有成長度 他的成長最大的轉變就是 由他開始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人 即是你說的就是 某程度上他都是用高壓統知識 去征服其他人 或者令到其他人聽他說話 即是接不得同樣相處 而當然你說四天王的 某程度上來講是另 四天王那一字其實是 看到蕭悅的另一面 即是他有這種心態 但他不是在他的行事手法上看到 而當蕭悅在暗殺失敗之後 他完全吸收了這次經驗 他是把他自己的態度 或者他的手法完全改變了 你看到他是 所以看到這些才是典型真正的主角的成長 我們會看到 但劉之是 他的成長 就是會叫姐姐 他的成長之後 是被人打臉和控制 然後跟著再成長 再被人打臉 再被人控制 他這個循環是直到最後 就是沒有人控制他 就已經死了 沒有人能夠控制他的情況之下 他贏了 沒有的 你幸運而已 當然你說 如果我當蕭悅是主角的話 那當然是OK 沒有問題 可能是 但劉之的角色 我覺得是索造得不成功 其實是 因為就算其實 給了一個位置 他不是人 不是人 又不是衣服 又不是衣服 也看不出他有多絕望 而且 某程度而言 通常是從這個角色的眼中 去擴闊這個世界 他如何看衣服和人 最後要喊一句 還有之前不肯穿 只有兩個位置 都不知道做什麼 沒有蠟識 說幾句 沒有什麼道理 當然 可能因為這套東西 本身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 沒有什麼 在我的眼中 沒有什麼特別的 深深意義的情況 可能 不想說太多這些 這些事情 現在是索性 不要提 提了之後 開了頭 但沒點到尾 就覺得很噁心 故事的事情 你說開不了頭 賣不了尾 現在可以說 正如我們新番說過 他一開始 他在台上喊了幾句 是抄 抄一些外國的名著 絕以一個名著 George Orwell 即是動物龍中 1984那類 有那種風格 但問題是 除了你的故事推展 其實 你會發覺故事 是不是真的關到這些事 其實是沒有的 有一點 至少人 不是生命之外 問題是 你可以再說 討論的空間 OK 他媽媽想做那個 蠶星 還是簡星 就是用生命之外 包著那個星 就好 某程度上 你當他是獨裁 或者是 鐵幕國家 anything 沒有問題 George Orwell 寫的就是 這些共產社會的高壓 你可以當 如果你把那種 導入的系 但問題是 你可不可以看到 他玩 扭竅 用這兩句 原著裡面的 一些借鑑位 去對比 他沒有說到 他變成了 那個亡星之後 他那個 人類的黑暗 生命之外 因為是不需要的 因為他變成了 他是要爆炸的 然後就爆炸 爆地球 爆地球 真的這句話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問題是 他從來只是說 地球這樣 就玩完了 人類就會收皮 人類的未來 我們要奮鬥 我們要打對他 但問題是 沒有人描繪過 這個所謂的 絕對獨裁 或者絕對黑暗的環境 是怎麼得一回事 那件事就成為了 我們要救四球 所以我們要打BOSS 典型的 機械人片 典型的大世界小故事 其實已經是 所以這件事的內容 那個韻味 基本上是沒有的 變得純粹打BOSS 就是我們說回 天然突破 就是打BOSS 因為BOSS是反螺旋 但人類基因本身就是螺旋 是純粹 即是違反人類的本能 本性 我覺得OK 但問題到這裏 人類所有 你說你的經驗也好 你的文明也好 其實都是生命之外 賦予給你的 因為你拒了生命之外 那你真是做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意思 他有沒有詳細說過 生命之外 即是天然 即是封下之後 人類有甚麼縱貨 他講的就是 人類如果變成那個 簡聲之後 人類就會作為一個能源 去提供給生命之外 即是人變了電池 應該是食物鏈 對 整件事就是這樣 但是 那又會怎樣呢 當那個人已經完全沒有知覺 OK 你說他沒有知覺 變成純粹能量 會不會像matrix 又好像不是 因為他真的完全沒有任何的提及 去講到那個後果 慘狀 會是怎樣 隔想都沒有 即是很簡單 你說現在世界分裂的局勢 那個國家互相運喻 但是現在全部變成了 電池之後 世界和平都馬上走 完全變成了一句天下分九必合合九必分 變成一句開頭 當今正值多時之秋 那是怎樣呢 世界很亂 那有多亂呢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說過 不是 他意義上 他講 應該說什麼呢 去到後半段 我只可以說 那個題材 那個主題 是不明顯 是想知道他究竟是 他講的一件事就是 究竟是力量支配人 還是人知會力量 那件事 他這個位置最初 你看回鬼龍院 羅曉他出來 即媽媽出來 都會有的 因為他最初 他說 我們現在在 打三刀制亞旅行的時候 他在說 他的巡視業務 那間公司的社員 全都出來了 即西裝的大叔 媽媽發閃光 然後他說 人是穿衣服的豬 然後打Satsuki出來 講了類似相反的事情 那時候你還會覺得 有個概念 大家是有個衝突 有個分野 但問題 是由於口號式 扭一個漂亮的口號 算了 他也是為了拿票 因為那個問題 拿票不買 現在是 問題就是 他事實上 真正做出來的事 就是什麼 他就是 借了一句名 借了一些金句 拿出來玩句子 而之後所做的事就是 不要說他拿不拿到 那個原著本身所說的黑暗世界 那種恐怖 他甚至連一個 你真正看到的內容 那個大目標 就是打BOSS 沒有了那個異議 你不可以對比說 你說 Gundam 你說打仗 任何東西也好 你說Mark Horse 那些也好 你說什麼 他什麼都沒有 老實說 甚至是連革命機都不如 革命機都跟你說種族 我會說一下 這個是沒有的 變成是 Gundam Bill Fiker 那種小孩子 打那種 你不要來看什麼 好不好看 但那個內容 那個核心 真正的故事 推到上面 你不可以再沉意上去 因為他根本沒有被你推 或者這樣說 其實會沒有了 我會自己覺得 失去了那個 焦點主題的原因 其實是 因為一開始 其實這一套東西 是講衣服和人 這個 topic 其實你講的東西 但因為最後 它不是 意義上 它不是真的講衣服 生命自民 你只是當一種 外星人 外星生物 因為他一開始 他說人 穿衣服的豬 或者說那些東西 你不要撇除那個東西 你回歸回到 人和衣服的關係 是物主 和物件的關係 有一個從屬性 但媽媽的說法 就是 其實 三個都是 即是變成人和寵物的關係 即是變成 你家裡的貓 統治 控制你的主人 回頭 但問題 事情你只知道 貓會把主人 當作能源 這樣吃 但事情會是怎樣 它就沒有再講過 結果就是 它帶了一個關係 你或者看得出 有一個關係 但關係導致的東西 是完全你不知道 它都沒有再去 沒有嘗試 或者這樣說 其實 三同人 這個概念 我曾經 你說我看過一本的漫畫 有一個短篇也有說到 一本叫做 銀行俠道 台灣中文叫 但這本書 你只是台灣會找到 或者你上網 打銀行俠道 其中 裏面也有說 衣服和人的故事 其實它也是一些短篇故事 當然因為它短篇的關係 它講的內容 其實會比較實 會比較實際 但這裏它說 因為我會覺得 是真的焦點轉移了 其實它 慢慢去焦點轉移了 慢慢去焦點轉移了 其實變成什麼 衣服只是一個能源 和一個戰鬥的單位 甚至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 它只是一個 變成什麼 它有一個象徵意 你當它是一個生物 去處理 它已經變成機械獸 你當它是一個生物 去處理它 而你見不到 其他人說 對衣服 有什麼 觀感 或者是 意義上的反思 是不會有的 所以你說 當然你說 我 因為我一直說 我看了這麼長時間 我自己想不到之後 我算了 我不會由這個層面去看 我純粹當它是一道 普通的大開大俠的 戰鬥動畫去看 而這件事 我就說 很簡單 這件事就是 講的就是 角色成長的東西 就是剛才我都會說 角色成長 我唯一看到的角色成長 是一個叫囂語的角色 還有 四天王也算的 四天王也有成長到的 除了 腹肌變眼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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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黑客 比較小氣分 四天王裏面 它收的品味好 哈哈 大家記憶快了 實際 其餘的角色 我可以說 不是很立體 給不到我一個很大的衝擊 當然你說 胡鬧的衝擊 那就是滿藍色那類 其實是 胡鬧又不是衝擊 來的 你當 反之你說 所以我看完它 其實我印象 如果以一套打鬥來講 它的打鬥是不差 因為建基於它的風格問題 你要給他一些 credit 就是為什麼 又會看raw 即晚看 即時幾個小時 他在最後段 他每一集和每一集之間 他原剪的位 是剪得好的 這個 我說是他濃縮劇情方面 以及他劇情剪接的那個位 即是他每一集 放個 twist 放個高潮位 然後那個位 就sharp cut 完了 然後你想支看下去 然後他的預告 又不算透露到很多東西給你的 那 他那些位是做得好的 劇情緊湊 內容也都紮實 但問題就是 是一套打鬥炸殺 所以說 我會這樣說 我會看這套 不要將天原突破的期望 套入這一套去看 即是 Style上 只不過是 都是製作班底本身的 Graphic Style 他的故事的鋪排Style 但是他做的東西是不同 而 因為我都很問過 我問過很多人 其實你覺得QRQ 好不好看呢 即他們會 其實我覺得是很多人 是 concept上 尤其是很多人 因為有看天原突破 他被那個說 影響了之後 覺得 其實OK 我覺得其實 都可以 都是天原突破 那種風格 但你問他什麼好看 其實他都是道理不出的 其實他都是 只不過說 那個風格很近質 而本身就是 我們剛才說 他的故事編排 濃縮 紮實 剪接得好 而令到之後 你覺得整個故事裏面 他做得比任何事情都好 他真的沒有什麼難場 沒有 所以你會 你會 給你一個直觀印象 覺得 你是看了很多東西 很荷里活 你真是看了很多東西 看了很多的故事 看了很多的東西 有笑 有笑 有淚 有寒 有大量的堆砌 但是 撇除了那堆華麗背後 那件事 原來是沒有 沒有 其實是 我很多話說 當然 聽眾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對這件事 有什麼 深入的了解 我們絕對樂意 聽 因為對我來說 我真的看不到一些 很深入性的東西 可能我層次太低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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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你原來是 深入的 阿流子和聲響的友情 人物人配依 不是依配人物人 人物一切 平等 我想到最後 人類和深入之間 和解 互相合作 I'm sorry 最終是沒有一件事 深入之間是絕對邪惡 最終是打到他 我覺得這個 前面鋪塵了這麼久的 先傳和人類之間 有情是浪費了 因為最終 其實講到這件事 一個共存性的問題 其實 因為人是 他在個案子裡 人是不可能沒有衣服的 人不可以沒有衣服 和人不可以沒有 生命之為 那件事 因為他生命之為 衣服是挖膽 他被抓到 他抓到 這個不是 是人的社會發展出來 會穿衣服 衣服是一種 但問題是 生命之為 在這個動畫面 人類的社會會重複 因為有生命之為 給他 讓他穿衣服 即是他的動畫中的設定 這樣說 意義上就是 究竟 人類的進步 即是 伴隨著 力量 力量這件事 但你會被力量操控 還是你操控力量 那件事 一個很基本的 概念 當然 但你說 去到最後 所有的心靈戰為 消失了 年年鮮血 都 為了救劉子 而大氣塵突入 是的 大氣塵突入 沒有哭 怎麼辦 當然要找個盾 那盾 通常不是那部機器 就是那麽高的盾 肯定是死坑的 這件事大家都明白的 其實是很基因片的 而最後 故事帶出來 就是 終有一天 會見我 其實 我不覺得有些什麽 因為 我真的好像沒有說過 你真的好像有 真的 我回想一下 你究竟說了些什麽 我又真的好想不到 你究竟說了些什麽 但你又真的好像說了些什麽 你搞到我個人很 confused 還有他最後 補到另一個位 他那個絕對服從那裏 他說 是鳳凰縣 但其實 也有人問過 核心是鳳凰縣 但鳳凰縣的能力是什麽 即是本身是沒有交代過 突然間說 他就是核心 他負責控制 那 Key了一件鳳凰縣出來 彈高 然後那個能力就沒有了 這件事是來的很奇怪 即是那個位 即是在戰鬥上 那個位置會是一些 沒有解到 或者不清楚的地方 整體上整套東西 我給出來的評價 其實它 中上 即是我會有中上的水平 但是 我不會定義它是一套 非常非常優秀的作品 因為你 深層來說 我這樣解釋 我真的找不到那些什麽 而它純粹是 叫做 作為一號 戰鬥動畫 它很出色 還有它處理很多的一些 分鏡方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表現手法 我看得是上心如木之外 這套東西是沒有了 是這麽多了 沒有了 沒有了 大部份人無論看了 未看 或者聽人說 其實大部份人 都是對這套東西的期望 和一個在天然突破的影子之下 影射之下 而給出的一個公平價 還是不是去到外間想像中那麽高 那給我一點補筆 其實製作圖自己也有說過 我們不是要打造第二套天然突破 不是那麽複雜的東西 他們也有說過 是一套很減少 是一套普通動畫 這套大家不要想那麽多 我開頭都說了 這套天然突破是驚人犯 這套不是 所以不是 我開頭為什麽說 QRQ的英文名字是什麽 我可以選什麽 沙拉沙拉沙拉 沙拉是沒理由 沙拉沙拉 沙拉是沒理由 沙拉沙拉 名字都說 吃油 你說這麽多理由做什麽 那麽簡單 我覺得有少許意義 可能是順口 我想 沙拉沙拉沙拉 今集就到此為止,下集再見